天气越来越暖 毫无悬念的 今年夏季的旅游将是两年疫情以来 重新爆发的一个新的拐点 各国几乎都这么看好 但是成本非常的高 虽然国际油价回落 布兰特原油还是收在101美元 这两周新低 但是依旧破百 一般民众不会那么有感 美国的汽柴油价格加油都创下了新高纪录 最贵的就是美国加州 哀嚎声不断 现在一般的家庭 因为油价变贵 光是加油的开支 每年会多出美金1300美元 几乎占了总家庭开销的1% 美国总统邓高一呼 包括社群龙头推特 美国第四大的富国银行 都同步在这个星期 号召25万名员工回办公室上班 也让全美的通勤量 从今年初到现在暴增了25% 却偏偏碰上最坏的时机 没有最贵只有更贵 让有些人打算抛弃车子 改以洛杉矶地铁代步 因为全美目前汽油最贵的地方就在加州 按照目前的高油价算下来 将使得一个家庭每年多出1300美元的支出 几乎占了总家庭开销的1% 而对于不少人来说 即使开支增加 还是要出国去走走 包括达美 西南 连河汉美国航空 都在周二同步上修营收展望 就是看卷旅游需求反弹的速度比预期还快 美国白宫也接周 计划在下来月中 重新开放停摆两年多的内部导览行程 至于北半球的纽澳 即澳洲已经在上个月全面开放国门后 纽西兰也宣布提早跟进 开放对象是已施打疫苗的澳洲旅客 将能从4月12号起飞往纽西兰 美国 英国等免签证国家旅客 则接着在5月1号可以入境 与此同时受俄乌占据搅动 变化莫测的原油市场 也因为停火协商出现进展 稍来好消息 不止布兰特油价掉到每桶100美元以下 美国原油价格也自高点回落 一周之内跌掉30美元 油价回神让一片投资人就好 但是到加油站加油的美国民众 不但不会立即有感 卡车司机甚至得承受双倍痛苦 因为他们加的是涨幅更大的柴油 光是一位卡车驾驶 每年就要用掉超过 一万一千加轮的柴油 柴油价格打从以前 就比普通汽油还贵 如今把这个记录新高价位 跟去年此刻相比 每一加轮就贵了超过两块美元 对一些独立卡车驾驶来说更惨 因为多出来的燃油费只能自行吸收 负担不起的还有阿拉斯加 因为当地的观光产业 就靠着小飞机盛起一片天 如今不少业者苦恼 该如何为夏季的行程定价 二屋战火家具的高油价高通膨 能否在夏季旅游旺季来临前平息 牵动全球各行各业 TV新闻众和报道